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的這顆蘭花叫做 Blue Star 藍色星星 它其實有50%的 Violacea 但是各來自父母親本 然後又有 Equestress 還有鈍花蝴蝶藍 所以是三種不同的原生種交配出來的子彈 那又以 Violacea 佔50%為居多 這顆蘭花這個影片裡面會有兩個開花週期的紀錄 就是它先開完一次花週過了一個半月 又重新在既有花梗上面長出花苞再繼續開花 所以這一顆蘭花沒錯也是有蓄花性 那有蓄花性的蘭花就是如果花梗還是綠色的 就千萬不要把它修剪掉 因為它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花期甚至同一個花期 像這顆蘭花這一次 在一個半月之後又重新蓄花 這顆蘭花也是相當的香喔 但是它的顏色啊 比較偏向紫色系列 比較紫紅一點 這顆蘭花當時也有在長一片新的葉子 但是由於它的這個葉子的本身既有葉子 它的大小啊已經就是蠻擁擠的 所以呢其實它長的有點歪掉了 所以將來我在換盆的時候呢 可能就要透過下一次換盆的機會呢 再來把它的葉子 各方面稍微做一下 調位置上的調整 那剛剛是先給你看他們開花的一個狀況喔 那現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已經又回到 剛剛開始 我剛買到蘭花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養護之後 它開始長花梗的一些照片記錄 這顆蘭花它當時買回來呢 還是種 沒有花梗 還是種在這個水苔的戒指裡面 那我買回家的蘭花 很習慣的 我就會先用16盎司的這個塑膠杯呢 先讓它們放進去 作為一個比較暫時的阻隔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確定它們這戒指 或是沒有病寵害等等 確定OK 我才會把它們呢 挪到我的這個 Sun Room 這個養蘭花的空間 然後才會放到架子上面去 我不會再 我不會把新的蘭花 一下子就跟所有我其他既有的蘭花放在一起 因為有可能會有病寵害啊 那我就不希望這些新的蘭花 造成我舊的蘭花的一些交叉感染的可能 那隨著時間過去喔 它這兩個花梗長出來 然後每一次呢 就是很保守的開個一朵花 那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蘭花剛開始開的花 它的performance也許不一定都非常的好 那經過一段時間 蘭花它其實 越開它應該會越成效 應該會越好的 當然你健康上面 你也要照顧到 養護各方面都要給到位 它隨著年齡的增大 它的這個performance 它開花的效果應該是會更好的 那經過一個半月之後呢 這顆蘭花之前開的花卸掉 但是呢 很驚訝的喔 它我其實沒有預料到它會馬上又重新一個半月之後又開 所以呢 這邊就是它第二波的一個開花狀況 那它之所以能夠第二次這樣子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重新再繼續長花包來續花 其實跟它當然續花性 但是呢 因為它的清本裡面有這些 有Violecia 然後有鍍花蝴蝶籃 有雞蝴蝴蝶籃 這些花都是容易續花的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些 因素 造成這顆蘭花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款蠻容易開花的好花 它的香味也很香啦 只是我不太確定它要怎麼形容它的香味 當然很接近Violecia 但是因為有鈍花蝴蝶籃在裡面 所以它的香味其實 比起Violecia來說還是稍微偏甜一點的喔 所以是蠻好的 那當然在開花的時候啊 像這種有續花性的蘭花每次開幾朵幾朵幾朵 雖然不像是一般市場上買到的那種蘭花一次可以開七八朵 但是呢 還是很有意思 因為其實就是細水常流行的啦 那在開 在長花包正要開花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太拿來拿去 那如果你的溫度跟濕度也能夠控制的話那是最好 因為很多時候呢 拿來拿去啊 很容易會造成蘭花的一個打擾 那就有可能會消暴掉淚 所以這個是這個部分 這個是很多藍友常常會問我的問題 那我也其實做過幾個影片 就是專門在講 如何避免這個蘭花的消暴掉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我頻道裡面去搜尋一下之前的那些影片 來做參考 我這顆蘭花也是打算在開完花這個週期呢 我就會對它進行換盆 那我目前考慮到的就是因為它是種在水苔裡面 那因為我大部分的蘭花呢 都已經是採用無機介質 所以我應該也是會採用無機介質的這個質料 來對它們進行種植 那我可能會選擇用杯底有洞的種植方式 也就會變成是傳統的種植方式 但是因為透過內外杯的交疊 如果我決定要讓有一些少許的水在杯底的話 那透過內外杯交疊 杯底有洞 水就還是能夠進入就是內杯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介質拌水羹 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我喜歡這樣子的一個彈性空間 因為有時候呢蘭花需要多一點水 有時候蘭花需要少一點水 那透過內外杯的交疊呢 給我了很大的這個彈性 那讓我能夠看到不同的 依照蘭花當時的需要跟環境來做調配 那這邊的加碼片段呢 這個片段我應該之前也用過 是在講另外那顆蘭花 mini trees的時候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如果你miss掉那個影片的話 這邊你也可以看得到 當時呢這顆蘭花跟mini trees有同時開花 有幾天重疊的時間 所以我就是把握了那個 window period 那個期間呢來做這個影片 這兩款蘭花其實它的顏色呢 有相同點但是也有不同點喔 右手邊的這個mini trees 它的兩個清本都是cerulia 就是彈紫色系列的清本來做的 那左邊的這一顆它顏色明顯比較深 而且偏紅一點 所以是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比較 因為很多時候呢 光是單一顆蘭花 然後照相啊露營 有時候那個顏色很難呈現的很好 所以有比較情況你會比較知道 哪一顆比較蘭哪一顆比較紅 那這邊呢有另外一顆是Violesia 給你們看一下它這兩顆的紫色 因為那顆Violesia它是Indigo 但是呢它那一朵花 其實已經是開花的最後幾天了 所以顏色有變淡 否則它應該更紫一點 那這邊呢是Violesia Cerulea 左邊的這一顆 Cerulea就是比較淡紫色系列的蘭花 那剛好也是有幾天重疊 所以也是在這邊拍了一些對比的照片 放在一起的照片給你們看一下 它們當時的開花狀況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那pas crucified eyel 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lottery